詞曲 李宗盛 陳同學 が一部 徹家一同學 まず主 第1部 徹家一同學 第2部 徹天同學 clar ve at the'包 見體 王小胎同學 反方主 並 河的養 反方著 彦彦和慧癣 反方煉悼對 反方 農劉彬 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評論我們今次的比賽 他們分別是香港俊美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金彩 小姐 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隊員家徐先生 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陳一 謝謝 每次李泰鋒主任公演一副二副自由研議合資 第六個環 貝源前兩位四三三四 公演則為回廣兩分鐘 自由研議則為回廣三分鐘 每次發言 如日子宿慈三分之內 都會有些少許反應 最後數個環 貝源前兩分鐘 消遲十秒 徹底比賽 同類的比賽都已經發表共同參加 如果比賽是其他兩項目混合 那同計時也會贊成比賽 交流稍微平均 這場就出財權 請問她們有沒有說 沒有 沒有 我們現在請警方主任發言 現在請問 如果可以請問 最前檢查 主席評判局 大家好 繼續台灣9號 南大高 北大高下 隨時選擇選擇 第三九回 以至留意到一失婚言 令淨取妻嫁人 根據現在是美子中一道 平時應當 即是日而不敢做的話 就是錯 又是社會的道德規範 而根據台灣中間教育研究院 不合時限制 不符合時限的潮流 去向 因此今日行為標題 令標準為 南大高峰 外大高峰 市況符合現今社會政體 現況和發展趨勢 我方知此變態 原因是有兩個 第一 提倡公認男性關係 即是由人而今戀愛 觀念 馬子 明流常提到 北校有三 無口偉大 台灣國立大學的研究指出 每代結婚的目的 在於盡效度 全中折代 每代婚姻 不能往往直接掛勾 南大高峰和女大高峰 就是源於這種 對兩性關係的理解 因爲人都一份定義 你就可以說成家藍色 否則債逐得敗歪 無時遇到某個年紀 仍不得分 就會被強制結婚 否則只會接受懲罰 例如最母帝多時 不規定 就是兩年十七 父母不嫁者 使已強力配之 送孫周朗 已經曾經遇到 女子十五不嫁 嫁人阻止 又切開見面 要背後情緒的成員家職 因爲 結婚在人生的必經階段 要強制月食 才算盡了獨得贊音 但當時今日 那份已經不會被視為不應當 但也讀了譴責 世界人權 雖然第十目條列明 只要經男女相關 自由不完全同以下 才可以突結婚恩 雖然禮制結婚已經不會被社會認可 同時 在自由離開的空氣底下 份人已經不再是 很多人必須達成的目標 而又很為例 令到 2002年少自發社會 對策白題書 五十歲男星和女星的未婚 未能分別 1950年只有1.5和1.4% 到2022年分別 增進到28.3和17.8% 再看中國文政部的數據顯示 2021年全國登記辦 全國辦理結婚登記的數量 提倡強行力延伸低 結婚率是十年前的一半 由此後見 南大當刻回大當年的思想 顯然現時的社會風氣價值不負 第二 體現傳統嫁取觀 不符合如今性與平等 南大當刻回大當嫁 男性用開字 女性用加字 更具概念 分化指男女兩性合法結合 大語嫁是特指女子嫁給男子 今有被動之意 而配合俗語的中國古代社會故境 而南發現南大當刻回大當嫁 正正體現出古代分音制度的兩性的不平等 強化各國人牽涉悲的嫁取觀 又例如說 假雞除雞 假偶除斗 這些是過往人會說的說話 至此就是子女正嫁了人之後 就完全跟隨丈夫 又例如傳統婚禮集中的潑水儀式 女性嫁出去的女性 就用走前潑出去的水 但有默化女性的歧視 由此看見古代分音觀念 是基於男女地位不平等 女性無偶發點著被動的角色 反觀在現今的社會 是常常性的平等的情況底下 女性是分音自經與男性看齊 在地位方面 過往女性的婚要守護到 要對丈夫言聽低重 但是現在 男女婚姻已經是性別平等 已經完全將各位男性 主對主動局面 而在角色方面 以往一直男主愛 女主愛的思想 在現今 女性也都可以同在外工作 發展私業 在黃空式教育館 副會長和王永逸指出 女性接受教育程度的越高 就更何望建立個人的私業 希望有為婚姻影響到自身的自由發展 由此可見 男大當和女大當家 心情義的分別觀念 和現今社會 理解大相敬聽 難怪各當大學台北大學運學系 教授人進入公語時中國傳統的價值觀 和現今的結婚觀 是由合則上的分別 最後 想問有方 既然有方認為 男大當和女大當家 仍然合視義 任意介面窗口片不分的男女 和朋友的有錯呢 好 謝謝 謝謝 他請問與您的心情 相約 持續上升 求新社會的時間延遲 自然結婚時間都是逐漸退後 所以但其實沒有一個絕對標準 隨著時代是會改變的 而關於婚姻 根據香港婚姻條例 是只能一對治療終身結合 不容他人嫁人 婚姻是一個建立家庭的步驟 從對方上升到成為朋友 互相深入了戴之後 希望建立長久以親密的關係才會結婚 亦有機會生兒育女 而要討論時疑 就要看下現在時代有甚麼不勝 就要時代有一個不勝 你可以承認做些甚麼 我看見到的現在的時代 就是重視物質 個人生活未被悶 同時面對責任 往往矩著承認 神秘則秘 一件事物都不合不合時 而就只能合自己的意思 合不合純認趨勢 或者漫步跟隨潮流 而是分析這個時代的需要 適應做些甚麼 再看那個事物不符合這個方向 剛才有方說 現今時代的特性 是不符合時代的趨勢 但這方是否等於適應是這樣 你們認為這個時代的人 需要一些甚麼呢 而某方認為雖然婚姻不是有點衰 但能夠應居到這個時代的衰 亦都是適合時宜的 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 婚姻令人尋求 個人和物質意外的快樂 這個時代的人追求物質的生活 個人享樂 為多賺錢買車買購 而且婚姻是一個愛前的承諾 正正是物質意外的 為我們帶來的幸福 而且婚姻是一個愛前的承諾 需要再依靠物質上的捕捉 正如加拿大籠堂心理學家莊臣所說 透過婚姻建立正式的陪伴關係 比較徹底的感情承諾 為夫妻發起長期而親密的關係 製造理想的環境 如果婚後有機會生兒育女 成為父母之後同伴 一起承諾小朋友成長 帶來精神上的快樂 第二 婚姻可以令人承擔這麼多責任 這件事很多人都嘗試逃避責任 尤其是愛情的責任 例如前城委部局長高榮文就表示 2015年就有接近一萬宗的婚姻 主要是正正是因為一種總婦母 逃避責任的心理 不想付出時間和心力去照顧子女 她們可以輕易逃避責任 因為拍胎和扣諾 雙方都沒有保障 而在這種情況下身容 其方就要承諾什麼 一旦南方拋棄她和子女 生活上的功能很多 如果怡婚姻成我和子女一生一世 互相扶持 後面有雙方加上親和親友的見證 如果夫妻任何一方輕易違背 樂園她們都會施加賭德 除了賭德責任 還有法律責任 男女和朋友的關係都是一樣 不可以承擔任何責任 作為結婚手 甚至出櫃都是一樣的 相反 結婚相有 即是更加保障 出櫃要承擔法律責任 亦都不是可以隨便離婚 因為經歷很多法律的責任 例如分居期 現在可能會被善養費 財產分配花重金請了詩等等 可見在法律和土地的相同保障之下 分居可以令雙方承擔更多責任 一國二國這個時代的留待 基地上講解 今天便是理應不成立 多謝六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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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避免加三十秒 兩小時 五分分 接著是公佔 公佔一方可 以允許最早幾日為止 回答問題 請打起最早法律經驗 除了 科德德法文 其科德法全公佔一方法 以允許違規 公佔一方可 以允許其判定同行結構分 每次一分 如公佔一方 以上分別 請允許可避免 決定時公佔 我跟允許相關我的問題 請允許避免的公佔不遂時候 請特別留意免的次序 特別是法官府 取一格兼法允許可避免分數 第二格兼許可避免分數 好 以允許可避免分數 好 以允許可避免分數 請允許可避免分數 請允許可避免分數 反官府 好 以允許可避免分數 請允許可避免分數 就是有女性被嫁,沒有自由選擇的時候 是否不符合現代可以戀愛自由的社會價值觀呢? 對,那個價值根本就不是一個 有可能今天在這裡說 今天價值其實是無主避動之意的 其實我們可以留意到 今天我們男生會說我娶了老婆回來 女生會說我嫁給老公 完全沒有人混亂說的情況 其實現在社會就是普遍大人 大家都知道價值就是今天是被動的意思 我再問你,有分學 今天用過價值的時候 是否就是不符合現代社會價值觀呢? 有分學都不會回答 其實有分學都知道 其實他們就知道價值這個字就是被動的意思 今天這個問題就已經不成立了 我再問你,有分學 我不知道你上幾歲結婚呢? 我想多少歲結婚呢? 不要緊,我分享我的意見 我就想30歲結婚 我方便完有人想45歲結婚 10歲有人不想結婚 你知道為何我們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嗎? 不知不要緊,我和你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現代是有戀愛自由 有戀愛自由的同事 但是今天的電話是定現了人的識分年齡 是定現了人逼去到某個月限期之後就要結婚 原廠人心去了戀愛自由的時候 是不是不符合現代社會價值觀呢? 你現在的變態都沒有說是一定結婚 有分學,男大當分,女大當嫁 當字是有經驗性的時候 就有這個變態就在陳述這個結婚行為是必須的 不要緊,我轉一個答你 我轉一個問題,答你 有分學,我剛剛說,我30歲結婚 但是今天社會的標準令出來 25歲結婚 請各位 歡迎 當年是甚麼意思 當年是 剛剛轉變了一個應遙性 現在實際上安排和南端和南端和南端 還有南端和南端和南端和南端 其實是有應遙性在 當年是有一個應遙性 他現在是應遙性 是不是應遙性 一定要結婚 對 我們應遙性根本沒有說過 一定要結婚 我們依然會讓人們自由去選擇 只不過這個理念是正確的 很正確 既然你認同了 那是不是代表這些應遙性合遙性 但是 自由 是要選擇 你可以自由選擇是誰結婚 或者是你選擇幾次結婚 多謝阿科同學 但我們現在是說當年 那你們是否認同了 現在的當年代表不一定要結婚 那你們是覺得 一定要結婚 當然 當然 如果你們是否認同結婚 那你們都是同樣沒有被人 人們選擇 當然 我們會有點奇怪 但他們是不合時期的 不合時期 但是我們現在是男大當 分女大當 那我們想問問阿里方和南端 那你們勾斷這個結體 不合時期的時候 你們是甚麼工作 我們會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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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男大當 他是當年 即是 男大當時 你認同 你認同 我們要認同 你這個時候 我們會不合時 我們會認同 就是 Vivi LOC B-935-1931. B-9364. E7- 435-1930. B-935-1931. B-935-1931. B-945-1932. B-937. B-936-1932. B-936-1935. B-935-1931. 有方同学的论述 我们发现了有方同学今天 有三大两大网络 第一,有方同学今天和我们说 结婚是可以追求真实上的价值 但是有方同学根本没有给我们知道 我们论证结婚是可以追求真实上的价值 其次,在今年韩国学术科目 社会研究福祉经指出 在20至34岁周上 也就是最佳生育困难的韩国女生里面 只有四个关系的受访者 认为结婚是人生的必选项 可见在现今世代 结婚已经不是一个必定行为 将结婚视为一个必定行为 已经是一个不合适的行为 其次,我们从来没有叫人结婚 只要他有意愿意去结婚 他都可以去组成家庭 他追求他的精神价值 但是我们所说的只是 我们不应该将古代那套 一分间观念放入现在社会 给予每个人结婚愈可的权利 我们由哪里来破坏社会一说呢 其次,今天一方同学都和我们说 一男一女是可以自由选择 是否结婚 但是有方同学听听我们主边说的 这个定义是说男女 他到适婚年龄就一定要结婚 变题的问题就是 他限制了人几时结婚 逼人到适婚年龄就要结婚 既然有方同学都觉得 我们可以和谁选择同一个结婚 那为什么有方同学不支持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婚姻自由选择 几时结婚和谁结婚呢 回到我方主前 就正如我方主片所说 古代的婚姻观念是受到封建思想影响的 所以即使你未遇到合适的人 未到合适时期结婚 都会因为封建姑娘被社会逼住 还回哭架 他满足到了年龄就要结婚的要求 他做过封建思想所谓的人意道德 从而选择和谁结婚 失去了几时结婚和谁结婚的权利 但正如老上在旁人日记那里说到 是一箱人意道德这四个字 之谷里面是要吃人 封建思想已经不单只限制着人的选择 更加脆弱人一生的幸福 早起清朝 譚志同已经在人和岛的港岛 夫妇择偶叛妻 嫁由良相情愿 当清朝的人都已经觉醒我们结婚 是应该要跟从自己意志 而不是封建思想去决定的时候 如果我们继续去奉行南大当分 雷大当家 这个不是人来的一种退步吗 但其实无论是在原造清朝的古人 因为是今天身处在地球村的我们 都可以意识到婚姻自由成重要性 我们现在也不是身处封建社会的古人一样 我们已经有权了 权利选择他们听从 将古时的封建 的君恩观念 代入现在的社会实在不合事件 谢谢各位 如果我们一直在逼他们结婚 但其实我们不是逼他们结婚的 我们只是觉得这个理念是合适的 而且如果他们说是逼他们结婚的话 如果逼的话是社会的压力 如果这些是社会压力的错 就不是这个理念的错 我们只是用一个去宣约这个理念 令他们合适的 而且有朋友在这里说 因为现在的潮流 当然很坚持冠军主义 所以他们就是不合适的 这个事法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正 因为现在的潮流就是不一定对的 现在的潮流就是因为需要 一些精神的快乐 所以才是要结婚 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可能单靠物质 或者个人层面上的快乐的话 是不是真的足以你教我们 或者你群体的快乐那些东西呢 其实大约逝宜是寻找伴侣 但是因为伴侣可以为我们带来 这个时代的精神快乐 伴侣孤明之意就是透过了解 信任对方可以给你钱资格 陪伴 当你自己一个的时候会觉得孤单 正如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研究显示 孤独的人有一成四是可能会更加做死的 芝加哥大学认知对社会神经科 科学研究中心主要叫唐卡 前科解识 孤独感成为早死的危险因素 是因为孤独不单单是不开心 还为你的人失去安全感 可见陪伴其实是一个实际的需要 结婚之后呢 要你的伴侣被你依靠 带给你安全感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有个人陪着你 当你在经历一件快乐的事 你会第一时间想和你的伴侣分享 感觉就会好像拿了一本伤活的快乐 见到你的伴侣感到自己都会发生了一份 根据苏理大学Christine M.教授 在1979年到2002年的研究 对比单身和已婚人二十多年的生活 证明婚姻可以享受个人生活的幸福程度 身处幸福婚姻的人 比过往幸福单身生活的人更加快乐 反而人生里面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 小时候可能会有婚姻照顾 但我们带过了伴侣就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在有问题的时候不需要解决就会协助你 也可以帮我们排解库面提水得到精神的安慰 随着出身的下降很多人都是六身子女 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有一个大家族互相照应 我想问一下有同学 在这个时代之下 是否我们更加需要和我们同学的伴侣呢 还有就是在这个时代 你觉得婚姻的意外的物质 和个人层面意外的精神化是更重要的呢 谢谢各位 主席 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留意到游方浪的详述呢 我们很难发现了几个问题的 第一游方浪的油头的味道 都无论证到 人是有这个很破继的精神需要 第二就是 我们的精神需要 是不是一定要用爱情去彌補呢 在座各位 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单身人士 我想问你们没有拍拖的时候 是不是永远都觉得空虚值和晚呢 并不是的嘛 我们还有家人的陪伴 我们还有朋友的陪伴 刚刚游方浪和我说到 遇到开心的时候 会想和亲近的人分享 我想问亲近的人 是不是只有自己的男女朋友呢 今天还有几个问题 想问游方浪和学的 究竟婚姻是要基于什么呢 究竟婚姻是否要基于精神需要和道德绑架呢 我相信并不是 究竟婚姻 就是只需要基于一个东西 就是两个人的感情 两个人之间的爱 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的话 一切都不重要 不再重要 这个婚姻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 有方浪和今天 其实呢 司徒他认识 今天的婚姻 无论在社会层面上 还是在个人层面上 都是有这个需求的 但是今天 即使他一万步来说 有方浪真的有些需求的时候 我方想把有方浪和学的是 你必不重要 必最重要 今天有方浪和学 司徒他将这条面题 强加于每个人身上 今天现代社会 现代自由社会是提倡什么 自由多元包容 你想结婚还是结婚 你想一直拍拖 我想不拍拖 我想不拍拖 我就不拍拖 为什么一定要强加于结婚的人生选项给大家 令到大家失去自由呢 作出个委 其实今天我们正版双方 其实也有一个共同浪和学的目标 就是想大家作为一个幸福美满的爱情 但是今天有方同学 绑戒着有方同学的想法 正正是以这个世界的封建思想 认为现在有人要结婚 认同结婚是合适的 但我看真一点 这种勇敢的观念 是否真的会令人不幸福呢 作者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世代女性的地位 是不断上升的 结婚已经不是他们唯一追求的东西 根据2023年的人口苦察结果 40至44岁的女性人口 从未结婚者的所占比例 由91年只有6个百分比 上升到21年有20个百分比 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同时根据21年的香港女性股的数字 女性律师由46升至50个百分比 甚至男性的大部分的工程师 都由全身计算都计算不到 到2021年已经有9个百分比 可见现时女性地位再迷以前 被人固定成为交流主顾的角色 追求社会地位等等 本年一早已经相当不及流行 那想问有可能我再多一个问题 就是现时的社会 女性是否需要靠结婚才能维持生活 是否去到一定年纪就要结婚 这种运辅强迹性的思想 才能拥有一个幸福媒满的爱情呢? 多谢各位 主请领计 各位大家 回答到刚才棒和我所讲的问题 她问了我们 女性是否真的要结婚呢? 在这种时期 我可以证明 不是 而且我們這條面是難大多分 雷大多間 其實我們不是要強迫他們女性一定要去結婚 某個年齡一定要去結婚 只不過是應該去結婚 剛才一開始所說是一定要結婚 他們對這個字眼上這樣認為 但剛才又好像去了立場 已經說當字其實已經是應該的意思 應該和一定要去結婚 已經不同了 還有剛才不斷跟我們說 古老的人怎樣想 跟現在的差很遠 古代的思想怎樣配合現在的現代的東西 但我方就不是這樣想 其實這條面是應該用我們現代人的詮釋去解答 其實這條面在現代來看 應該是男性的某個年齡 或者大了就應該適宜去結婚 或者女性大了一個年齡就應該適宜去結婚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強迫過他們去結婚 只不過是提出一個建議 而這個建議我方是覺得非常合時宜的 剛才有一方說是完全沒有說過 完全沒有說過結婚之後生孩子的問題 那一方其實是忽視了婚姻對小朋友 是有神怨的影響的 其實我們現在覺得結婚對他的子女有很大的保障 或者逆轉 所以我們認為結婚是非常合時宜的 法律對有結婚的子女提供的法律保障也有很多 根據婚姻訴訟於財產條例 第192章第三條說明了不包括非婚子女 所以父母是沒有責任去付出款項去公養和教育 而遺相及子女付出根條例第79章列明 公務員說同志法人員說不會發脫皮 非婚姻子女 而且福利和結婚子女都不說 沒有遺囑者遺產條例 第73章亦都說 如果父親死亡的時候沒有留下遺族 非婚姻子女也沒有原計性 付親的遺產 可見結婚其實對於子女日後的福利和的關聯是非常之大 而且都能夠為子女日後的生活造成更大的保障 難道這個時代的子女不需要保障 父母有結婚對小朋友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的婚姻是直接結婚了小朋友的成長 加拿大婚姻及家庭協會報告指出 父母有結婚與小朋友更大機會接受轉上教育 所以對於相親和敵的家庭 小朋友較少機會面對情緒困擾 只會跟過度會約的問題 另外亦都會出現少些打架的情況 傷害太簡單的行為問題 所以結婚對小朋友 其實無論是資料 拍照還是情緒行為 都是很有幫助 我見結婚不同純粹是一個聯絡關係 可以為小朋友提供一個這麼穩定的成長環境 而且在法律方面 都可以為小朋友提供更多的保障 難道這件事不適合現代的需要嗎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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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ET 只不過是一個字眼上的宣揚學生 他當中的理念是沒錯的 他的理念就是男性或者女性 他的大一定的理念 就應該去結婚 是結婚 何欣欣欄 原來今天由頭到尾都是斷章取義的 其實理解一句句字 你為什麼不需要理解他的整個時代古經 今天我們學學古詩的時候 老師都會跟我們說 這個字是怎樣的 都會逐一語譯給我們 結合當時的時代 去解釋整個 我們才可以不知道整個句子是正體的意思 是什麼 我們再問你 家智是不是帶有歧視的意味 其實是沒有歧視的意味 我們剛才已經答了你的問題 你剛才有說 古代的思想 是應該理解一下 社會時代的背景 但是古代的思想 根本就不應該套用現代 所以這個 這個變態 其實是應該用現代的權色去解釋 有可能我們自己都會說 古代的思想 是不應該放下今天的變態 所以今天這個帶有古代思想 在古代裏面普及的 這個婚姻觀念的時候 根本就不應該套用我 今天這個時代的背景 再次我想問 有方同學的是 現在是否有戀愛自由 有 那麗大多分類的大多格 只是一個建議 也沒有說是古代的 現在呢 它也是一個現代性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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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方同學 不知是有應變性的 那麽 那麽 今天是推示了現代的現代趨勢 你們看 你們跟我們說 古代是不適合這個思想 但是現在是對 古代的思想是錯 但是現在呢 現在是懂得用這個思想 那麽 那麽我請問一下有方同學 你們覺得精神嗎 還不重要 我們跟妳講 那麽 我先問一下 我們問了兩句問題 你們都沒有正在說 那麽 那麽你們又沒有正在說 那麽 那麽你又重復了 那麽 你們重復那麽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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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再問一次 你覺得結婚能否為你帶來精神的快樂 有可能帶來精神的快樂 但是今天留意到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可以結婚 有人可以拍拖 有人可以不結婚 今天可以留意到今天 今天把結婚的日子想得很利弊 但是其實今天結婚是需要介入我的 今天如果結婚需要看這麼多利益的時候 我相信今天很多情侶都不會去結婚 我再問你 有婚同學今天是否有戀愛自由 其實是有戀愛自由 但是我明白 有婚同學你們說的是什麼 我們說的是現在時代趨勢 他們太重視過 以及真側面的東西 所以需要顯示學生的精神快樂 到底有個同學你們覺得結婚 既然是帶來精神快樂 那你們想不需要這個東西 有婚同學 你剛才說那個趨勢 其實現在趨勢不是這樣 現在趨勢是越來越多人不分 或者是越來越結婚 有婚同學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不分 和人結婚 所以我覺得這個理念 非常適合現在這個年代 給他們做一個建議 去獲得正常性的快樂 剛剛有方意見都說過 說家人是可以取代到結婚這件事 可以取代到伴侶 但是這件事不可以同時有 原來今天有方同學 由頭到尾連不合時也都解錯 今天由頭到尾 其實有方同學 由主面開始 都沒有解釋過不合時也 究竟是甚麼東西 而這些權威性的說法都沒有的時候 我方就告訴你 不合時也就是解甚麼 就是根據台灣國立的教研究院 就是解不合現代的潮流趨勢 現在的趨勢是甚麼 就是越來越多人不分 未分 甚至只是遲分 甚至就是拍拖 我方向我解釋一下 這條件是如何合乎 現在的潮流 我想問你誰給他們聽不合時也 是解價值判斷的 我方向我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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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台灣國立教育研究卷所說 不合時也會解釋一下 適合現在的潮流趨勢 適合現在的潮流趨勢 所以今天的潮流趨勢 就是越來越多不分 遲分 未分的情況下 男人分分女大當嫁 男生大國就應該結婚 女生大國就應該教給別人的 這個觀念就應該是錯 就是不合現在的潮流趨勢 我再問你 有方向我 今天既然有戀愛自由的時候 定了一個適分年齡給別人的話 是不是違反了戀愛自由 首先我們這條面 是建議他們在一個適當的利益結婚 只不過是建議 而不是一定的 有方向我們剛才說 我們說不出一個好權威性的見面 但是你們自己都會說 只不過現在發現 現在的潮流趨勢 是不斷不分主義的 那你們說一下 你們有什麼證據 證明現在的潮流趨勢是對的 現在的潮流趨勢 只不過是建議你們在建議 你們對到一個適當的利益結婚 你們回答我們的問題 你有什麼證據 可以證明到現在的現場的趨勢 現在的現場就只有四個巴仙的時候 你覺得結婚是一定要的 這幫刮音結婚是否一定要做出來的 這幫計程師 為什麼不斷 arbitrary 現在是 現在是 在哪方還有時間 應該是 這邊 剛剛那一遍的時候 她已經算是 已經很頂住了 現在是院長官,院長官,院長官,有一分鐘內地 現在是院長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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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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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